今天是元宵节 很多人到台南沿水体验放风炮 有民众开车经过活动现场 发现前面的车辆居然被人拿燃烧的鞭炮 直接甩上车窗 质疑对方可能是故意的很不恰当 但也有其他民众认为应该是不小心 路都有管制 驾驶开过去应该自己负责 十字路口烟雾弥漫 镇头人人在路口点燃一串鞭炮 欢欢走到路中间 对着左转车辆甩了过去 鞭炮砸在车辆的左车窗 火花在空中四散 驾驶被吓了一跳 对面车辆记录下甩炮瞬间 质疑根本是刻意攻击 事发在四号晚间台南沿水区南门路 当时附近公庙正为风炮活动暖身 但却有男子疑似刻意拿鞭炮甩打车辆泄愤 质疑作法不恰当 类似脱序事件平传也提醒民众参与庆典活动应遵守规定 避开活动现场避免爱车意外受到伤害 谢谢牙文华苏一婷台南报导